第十位,紫妍 紫妍的身份最为特殊 因为她的血脉乃是太虚古龙 后期会成为太虚古龙一族的新龙皇 萧妍还未来到嘉南学院之前 紫妍一直霸占内院强者排名第一的宝座 跟随萧妍打上云蓝宗的时候 紫妍依旧处于巅峰斗王的实力 嘉南学院有四名斗王跟随萧妍 毫无疑问,紫妍的实力最为强悍 当初和范劳战斗的时候 紫妍凭借蛮力就能撼动范劳 要知道,范劳可是一位四星斗王 虽然实力只有斗王巅峰 但此时的紫妍拥有不输一般斗王的硬核实力 第九位,铁巫 铁巫乃是狂师帮的老大 有着不输范劳的实力 因为她也是一位四星斗王 铁巫的脾气很暴躁 当初见到萧妮就想直接动手 从战力水平来说 始终是一位斗王强者 打上云蓝宗之后 铁巫也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八位,银骨老 银骨老乃是天鹰宗宗主 她和铁巫一样也是一位四星斗王 虽然只是一个老头 但这家伙修炼的斗技比较阴险 相比狂师帮的铁巫 银骨老的表现更为冷静 打上云蓝宗的时候 她的表现丝毫不输铁巫 第七位,苏妹 但凡长得漂亮的女人都不是擅长 苏妹就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她也是一位四星斗王 但和铁巫以及银骨老相比 苏妹的优势更为明显 如果因为苏妹长得好看就小看她 最后的结果只会死得更惨 第六位,法马 法马乃是炼药师工会的会长 她和海波东一样 都是加马帝国的老古董 随着云山再次掌管云安宗 法马所在的炼药师工会 也差点被云安宗取定 被逼无奈之下 法马选择帮助硝烟 只有打败云山才是唯一的出路 对比来看 法马的实力比之前的三位斗皇都要强大 第五位,嘉行天 嘉行天可是超级老古董 一登场就拥有斗皇巅峰的实力 半只脚踏入斗峰 她的实力不如美渡沙女王 作为加马帝国皇室的守护者 嘉行天这次为了保卫皇室选择帮助硝烟 打上云安宗之后 嘉行天主要对付云安宗的长老 第四位,海波东 海波东自然不用说 作为加马帝国十大强者之一 冰皇的口号可不是吹出来的 之前的实力不如嘉行天 随着硝烟返回加马帝国 海波东也嗑了硝烟为他定制的丹药 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而且海波东和硝烟的关系很好 这次大战云安宗 一方面是为了帮助硝烟 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卫米特尔家族 冲着兵皇的人气 怎么也要把他排在嘉行天之上 第三位,美渡沙 美渡沙老婆可是硝烟的杀手姐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美渡沙绝对不会轻易出手 此时美渡沙已经变成了一位真正的斗宗强者 无论魅力还是抵御 她都有着不输云山的恐怖战斗 虽然美渡沙不会出手对付云山 但不得不承认 美渡沙拥有斩杀云山的实力 一旦硝烟真的受到威胁 美渡沙也会对付云山老贼 第二位,耀老 耀老再次苏醒之后 她的灵魂力得到了强大的提升 按照硝烟的说法 老师的实力更胜从前 如果耀老出手对付云山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第三次打上云蓝宗的时候 魂殿的误护法也会出手 为了对付误护法 耀老也有点自顾不暇 第一位,硝烟 硝烟的实力虽然比不上美渡沙和耀老 但她才是真正的主角 因为最终斩杀云山的人就是硝烟 不仅如此 硝烟还会使出超级大招三色火力 总体来看 打上云蓝宗的十大强者都很厉害 其中有三人都可以干翻云山 如果没有误护法插一脚 估计云蓝宗会败得更快